在2008、09年的時候 我們就決定重振香港六、七十年代 其中一個起家的工業 就是無三的工業 特別是我們有一幫創辦人 他們都有超過四十年在無三界這個行業 他們都已經有幾千人的工人在大陸有工廠 但他們真的覺得 香港的工人的責任感是好一點的 質素也是好一點的 如果將這件事不僅是二、三十年的經驗 還配合質素和責任感 做一些世界級名牌子最好的貨 很多大陸的工廠就算有能力做 他們都不想做的 因為實在是太麻煩了 還有我們還深信香港製造這個品牌 其實還有很多香氣在裡面 還可以散發出來 因為我們現在做了兩年半 當然都是很艱難的經營 因為譚學容易 不是一下子可以找到對的技術的人員 工友方面又要去提升他們的水準 但是現在看回頭 很多東西我們都克服了 就是因為人的質素 我最喜歡說的是 我們掃地掃到很多眼鏡 因為很多人跌眼鏡 我記得那間廠開了兩個多月的時候 有一批行家的龍頭大佬 一定要來看看 一間什麼廠 可以做到 我們都很想接的單 但也不是那麼容易接到的名牌子 來到就這樣看進去工場 那些大佬背就說 嘩 什麼人這樣的年紀 因為我們平均年紀 是45至60歲的範圍之內 到我真的第一次上去一間 3000人的工廠看 進去我都說 嘩 什麼人這麼英俊 我想九成九的人 都是1822 所以很多人都在質疑 究竟我們是一班 即是四五十歲 五六十歲的工友 還能不能做到 我們這些這麼幼細 這麼高質素的東西 我們最近一年 就接多了一些名牌子 開始的時候 我們都發現 做的衣服是越來越複雜 因為我們廠的成本 即是價錢真的很貴 比起人用慣大陸的廠來算 就很貴 但是比起意大利工廠 為什麼他們有些牌子 會保留一些最漂亮的款式 在意大利工廠 因為意大利工人做的東西 真的很漂亮的 手工 我們比意大利工廠便宜一點 於是乎 很多人就覺得 容易做的 我當然是給大陸的廠去做 難做的 就看你行不行 就試幾款東西 於是乎我有幾個牌子 都一起開 2012年冬天的貨的時候 我都抹了一壓冷寒 因為款款都好像很複雜 有一晚我記得 有一件特別難做的衣服 每個人都說做不到 後來試了很久 做到 他們不肯走 因為要把衣服 才可以速遞 拿上飛機 他們圍著 烏衣 Uncle 不肯走 我就說 照計OT給你 你早走 辛苦 他們說 我要欣賞自己的衣服 有一個64歲 就說 我都想不到 六十幾歲的人 還可以做到 這樣的衣服 意思就是說 這麼難做 這麼花巧 想餐死 量餐死的衣服 這麼高難度的衣服 另一個又拖著頭 就說 我比我當女兒的時候 我聽著他們說這兩句 雖然那時候很急 我最享受的是這一刻 因為 這就是我們 有一句叫做 積出過尊嚴 所以現在去到地步就是 我覺得 不再是我們幫一班中年就業的人 或是幫一班教育水平 不是那麼高的 八十後七十後 六十後的人 不單只是製造一份工 這麼簡單 我們已經是齒唇相依道 不像是普通一個慈善團體 或是其他一些社企 仍然在一個幫中的對象當中 現在根本是沒有一個幫子 我們就是一起去打造一個歷史出來 那麼 我就想送給大家 我的驕傲 其實我們工廠都有一個合唱團 我的驕傲是我們經常唱的 因為表達到我們的心情 可以回復昔日那個工廠妹那種的自豪 Pride in your eyes 為我改寫下半生 眉目裡找到我 失去的 持上心 才明白 被愛的 能活得這樣勇敢 榮幸眼神能替我 魂上旅行來點燈 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up high 不欣欺壓搖擺 只因有你擁抱 Believe me I can fly I'm singing in the sky 假使我算神話 因你創感愉快 Pride in your eyes 為我閃力像最初 唯獨你欣賞我 給我更多 賣頭就 願你可 能為我驕傲更多 無論有誰嫌棄我 投入卻無人可助 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up high 不欣欺壓搖擺 只因有你擁抱 Believe me I can fly I'm singing in the sky 假使我算神話 因你創感愉快 我盼有一天將你抱入懷 浪然地對著宇宙雪 是借著你的風 Let me fly I'm proud to fly up high 不欣欺壓搖擺 只因有你擁抱 Believe me I can fly I'm singing in the sky 那時我有奇跡 跟你創最愉快 我盼牙